哈喽大家好,我是白大小,欢迎收看本期大小关长来关键版团团长的苏坦之魂,先知前锋杂技空军 这个阵容放出了先知,那前期的击倒要打三刀 如果说抓先知以外的人,我觉得前期的一个击倒时间可能要到一分半80秒以后 一分半,90,100秒,80到100秒,上来抓了一刀前锋,有一说一能这刀前锋打了,你追也不是,不追也不是 打了呢就想追,追了呢有鸟,这前锋是有容错率的,就是这边点位上面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点位 前锋是可以拉球直接进到一个最大的交互点,医院里面,那这边要想来追的话,他得 其实我觉得光开技能开吸火纹根是不太行的,前面还有板子的,所以他干嘛呢,他又黑摇铃 而摇铃击倒呢,理论上面是可以的,但是有先知的鸟,那么先知的鸟一套呢,那你这波打完以后还会被吐 刚才这刀抽刀差一点点啊,跟我来,先知 对不对,摇铃,我觉得我需要帮助,哎,这个前锋,我需要帮助,快来,对不对 鸟直接套上,鸟直接套上还行,鸟直接套上的话,这边,这个摇铃没有交,等一等好了,等一等好了,等你 前锋这边得卡交互点,得卡交互点 两块板子,再玩一手,拉一波球,反向进另外一个交互点,那这边有摇铃呢 一个摇铃,这边交互不了,就是一刀,假装,走走走走走走,这不摇铃吗,摇,好的,来看 还可以摇,因为在他摇铃之前,这边就摇了一下,不过也没办法,当时那个身位,你不交这个鸟,可能也要吃到了 先拉一刀,然后骗你把鸟交出来了,再得摇铃,可以,整个击倒的话,接近两分钟了 其实这个击倒时间是很慢的,但是呢,他有一点好叫什么呢 他抓了一个旧人位,抓了一个旧人位,而且这前锋没有球了 后续穷者这边,只要一波防守,被打到 这个局就是一个,基本上多抓局了 就是我耗了这么大的时间,来抓一个前锋 只要,后续只要我一波成功防守,漂亮,哇帅啊,这一刀是真帅啊 这个80米的大砍刀,真的好远 这边他都不想管前锋了,他想抓这边的空军 这个人又开始弹起来了,你把这前锋抓了,把这个人给挂了 外面谁能救人,你非得要这边守村的,这就不够,对不对 那前方万一摸个针,对吧,把自己摸满了,来救个人,还有个薄命呢 搞你,你不更麻烦 又要开始空场了,又要开始空场了 就他的打法呢,对不对 对,这样子打呢,他的一个赢面更高 但是呢,也不对 教坏了小朋友啊,对不对 那看了这个,万一他这局赢了 哇,好帅,这速尚,我也要这么打好了 这小朋友都被教坏了,怪不得,对不对 这屠夫越来越少,为什么呢 都是看了这些,对吧 牛皮的大佬在那边打 好的不学,学这种 这种呢,需要有一定的那个技能傍身 你看真摸的渐身,是不是 摇个零,不要到,单击没有交互点 拉开,让他前锋秒击点开 可以可以可以,这样的话秒击够了 秒击够了 他当时如果说选择去管前锋的话 这个局是一个稳定能够先挂飞前锋 然后再往后打 因为我们知道空军没有博命 那外之卫的人一定是他人 杂技有可能,杂技有可能 看杂技有可能,杂技有可能 杂技有可能,杂技有可能 但有博命其实前锋也是一个挂飞 那就算你四人开门战的前锋 击倒了也是个挂飞,而且是个白板前锋 挂飞了以后三人残局 不说平局,不说真实,平局肯定有 现在四人开门战就不好说了 所以我们广大观众千万不要学他 千万不要学他 他的操作确实很好 有些思路排点都很正确 但是他的打法是非常拼的那种打法 就是照着自己操作好,大局观清晰 喜欢打一些风险比较高的路线 喜欢走这种高风险的路线 那没了呀 这局总不能算是我把它看没的吧 我都讲的,挺好的 当时那一刀打中空军以后 外面杂技半血,空军半血 你打一刀前锋,把这前锋挂上 前锋二挂,谁来救人 你挂上前锋,你再去控场 现在穷者压力不大了呀 他们宝瓶起步了嘛 所以说这边,穷者相对来讲 他们在一个板子博弈啊 会博弈的更好 这就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 你反而会打出更好的一些操作 好,这边的话应该是一个蓄力道 你带走了吧 漂亮 你看这前锋 不紧不慢 啊,不紧不慢 听说你喜欢放虎归山 我就是那头 我就摸了跟针 当然这局的话呢 也怪我不压嘴 他如果不摸跟针的话 可能还好一点 不摸跟针可能还好一点 不摸跟针 然后当时如果说前锋一来救人 摇灵 打断前锋救人的话 前锋救不下来 可能他也赢了 终 太多的因素 太多的因素 改大块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